大家好,欢迎收看美眉农以农气 当年日本发动清华战争时期 由于他们的狂妄自大 自以为能彻底征服当时的中国 不惜派一百万的日本平民入住为满洲国 那时的他们在满洲国国的地位上无疑是高人一等的 但在这场战争中因为他们的一己私利 不管是当时的中国百姓 还是日本的妇女和孩子都成为其中的受害者 据悉当时日本宣布投降后 当时的一百万日本平民 其中里面存在着几十万的日本女人 他们更是单亲手帕希望早点回家 然而日本政府却像是把他们遗忘了一样 撒手不管了 遇到这么不负责任的政府 也是让人无语了 为了能够活下去 许多的日本女人都选择了嫁给中国人 由于当时好多家里都很贫穷 男子只能找到这些日本女人结婚 省去彩礼前 还能找到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不过也还有一部分的日本女性被中国的政府送回了日本 并且还给他们每个人一笔路费 或许是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 或许是对中国家庭的眷恋 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还是有大约十万的日本女人留在了中国 成为中国的一份子 历史还真是个轮回 当年徐福带同男同女东渡日本一去不回 现在日本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人又送了回来 不知道中国是赚了还是赔了呢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请点击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